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看到大家 特别是听到赵牧师这么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我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 下面好像来了很多新面孔 刚才我认识了Alice Eason Eason招手呢 还有那个Annie 还有后边我们国语堂越来越兴旺了 座位做得越来越满了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今天我们还是在登山宝训系列 我们教会今年从一月初开始的主题 就是登山宝训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八福 一会儿我们会再复习一下 八福之后 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 八个福分 不像中国人五福临门 对不对 我们还多撒 然后呢 这五八个福分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 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享受这八个福分 八福之后 耶稣又接下来说了些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天国的子民 主耶稣宣告 我们这些天国子民 必然有从上边来的各样的福气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知道这样的福气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我们才能够成为天父所喜悦的样式 才能够享受这些属天的福气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这一群蒙福的人 到底如何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 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到底如何成就 因为我们渴慕亲近神 渴望明白神你的旨意 现在我们就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 明白主 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讲的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如此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在开始讲解经文之前 我们大家先用恭敬的心 来恭读神的话语 我现在邀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读经 好吗 我们读得稍微长一点 难得有一个星期 大家一起读经的时间 虽然今天的经文是讲解五章 十三到十六节 但是我邀请大家从第一节 我们开始读 马太福音的五章第一节 请起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调谈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 你们是世上的颜 颜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赴 阿们 谢谢大家 请坐 东山宝训是从八福开始的 我们刚才说过 八福是一个整体 是天国子民的属性 是一个真基督徒 内在生命的特质 我们前且不说 我们这八个福分 是不是都得到了 但是主耶稣 教导我们 甚至说用命令的口吻 把这福分 赐给了我们 之后 主耶稣 又讲了一通话 他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八个福分 我们都很渴慕 对不对 我们都很需要 也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光有这些福分够了吗 我们是不是就聚在这个礼拜堂里 我们就自嗨吧 我们就享受吧 没有 主说 你们要出去 你们要做世上的盐 你们要做世上的光 所以今天的信息 我就重点讲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要将荣耀归给天父 耶稣是一个好老师 我也是做老师的 真的是要跟这个耶稣 好好学习如何教导人 他教导人常用比喻 你说盐是什么意思 光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招门徒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啊 说你们的信心 要像芥菜种那么大呀 就可以移山移海了 他经常用比喻来教寻门徒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大家都见过盐吧 哪家的厨房里都有盐 对不对 我们也有一句老话说 百味盐为首 这个盐是我们调料 人说做什么饭 闲中得味 对不对 要放点盐 如果没有盐 不行 可是主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呢 怎么一下又到地上来了呢 他说 You're the thought of the earth right 二次是地上的意思啊 主说这样 盐 我们来看看 盐到底是什么意思 盐呢 在这个圣经里 它有三个功用 我这里头给提炼 我这里头给提炼 其实盐还有很多更多的功用 但是这里头我只提炼了三个 一个就是盐是必需品 刚才我们说了 而且非常不起眼 到今天来讲 到今天来讲 去99 cents 一块钱 一大桶 对不对 而且那一桶 我们现在还少盐呢 要吃吃饭的时候 少放点盐 好像还不能多盐 对不对 那一桶要用好几个月 可是不要小看它 微不足道 很不起眼 可是人人离不了它 有人说过 这个人类的文明史 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盐的历史 而且在古罗马的时候 有一位哲学家 他叫Plini 大概跟耶稣 差不多同时代的 一位博学家 他说 世界上没有东西 比盐和阳光更有用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盐是很重要 我们都学过英语 对不对 你去工作了 是不是老板要配给你 这个薪酬啊 工资啊 工资的英文怎么说 Eason你会英语吧 工资的英文怎么说 Celary对不对 Celary是什么意思啊 对 Celary是工资 而且是什么 我们的工资就是用盐配的 Celary这单词是哪来的呀 是古罗马的时候 从拉丁文 有一个叫Celerium 引花来的 也就是说 在古罗马的时代 人们去工作 给的工资是什么 发的是盐 或者是说 叫买盐的钱 字面的意思 就是发给 买盐的钱 就成为了工资 所以盐啊 别看今天的价格 很便宜 对不对 可是在当年 在主耶稣 那个时代 盐是非常非常 有价值的 非常非常有价值 而且 不仅是说 罗马士兵 其实早在 犹太人 这个旧约圣经里边 就有关于盐 作为工资的一个记载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 那是记载在 以色拉记的四章十四节 那是他们回来以后 要建圣殿 对不对 结果旁边的那些省长 外族人 不愿意 他们向这个波斯王 去告状的时候 说了那么一句话 他们说 我们既食欲盐 不忍见王吃亏 因此奏告于王 他说他们是食的欲盐 其实就表明 王发给他们的工资 是用这个盐的形式 我们知道盐很有价值 对不对 但是主耶稣说 我的门徒 你们是盐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表明 基督徒在这个地上 是不可少的 虽然在人的眼里 我们可能微不足道 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但是在神的计划中 我们是世界的必需品 我们在神的眼里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的存在就是价值 现在许多人 对这个世界不满 非常的忧虑 我不知道我下面工作 是不是能保住 我不知道我申请的大学 是不是能够 能够得到这个offer 我不知道我新来美国移民 我是不是能适应这个环境 不管从小的到大的 都会有忧虑 都会有一些惧怕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担心 不要惧怕 不要怕别人 不要怕自己 无用 也不要担心 我们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 担心害怕 我在人眼中没有地位 没有面子 没有价值 因此遇到一些挫折 就放弃自己 甚至放弃生命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你在你父母的眼里 在你亲人脸里 在那些真心爱你的人心中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表现不好 就不爱你 因为你单单因为你就是你 你就有价值 那些排挤你 甚至逼迫你的人 不要成为你所顾及的 如果你行的正 受逼迫或者是患难 就像主耶稣说的 你要大大的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即使整个世界都不爱我 还有主耶稣爱我 这就足够了 感谢赞美神 这个是言的第一功用 我们在地上是必须的 有天父爱我们 我们在他眼中 是最最有价值的 第二个功用 盐可以医治 可以防腐 盐的医治作用 不要说古代 没有医药那么发达 用盐做了很多事情 即使到了今天 我给大家讲 住院的时候 很多时候输生理盐水 对不对 那个生理盐水是人类 人体血液的第一替代品 它可以替代人的血液 如果血液不足的话 第二 它可以杀菌 消毒 现在我们不是有COVID吗 是不是 然后如果你感冒了呀 如果你哪不舒服了 用温盐水漱口 冲洗你的鼻子 眼睛 就包括我们有戴隐形眼镜的 对不对 你那个泡那个的盐水是什么 都是那种盐水 盐非常非常有作用 好 圣经里还记载过一个 用盐来救命的 来把这个苦水变成 舔水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地载在哪吗 是在《猎王纪》下 二章那个部分 是讲以利沙 以利亚升天了 对不对 以利沙说 求你加倍的灵赐到我身上 之后 他就来到了耶利哥城 那耶利哥里边的人 跟他讲 跟以利沙说 这城地势美好 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 水不能喝 土产也是不熟而落 以利沙给他们讲了一个办法 以利沙说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 装盐给我 于是他们就拿了来 他出到水源 将盐 倒在水中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治好了这水 从此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不生产了 明白吗 盐有这么大的功效 而且 过去没有冰箱 对不对 大家还想吃新鲜的 还想总吃肉 对吧 怎么办 就用盐来防腐 所以有一个记载 即使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古埃及 大家知道 有那个金字塔 对不对 挖出来的墓穴里 就发现了盐 是用盐 淹的鸟和鱼 来供奉侍者 作为陪葬品 过了公元前三千年 到现在已经五千多年了 挖出来的时候 还能看到这些个 用盐淹过的鸟和鱼 可是说 我知道盐可以医治了 可以防腐了 那我们基督徒跟盐 有什么作用呢 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做盐 我们怎么来做 医治和防腐的工作 我们医治是用神的话 是奉耶稣的名 用祷告 在这个世上 行医治和赶鬼的工作 这不是你我个人的能力 是圣灵借着我们 在地上行使他的大能 因为主说过这样的话 主已经应许我们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大家知道马太福音 哦 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马可福音只有十六章 主耶稣钉上十字架 三天之后复活 然后要升天之前 他跟他的门徒 说了这样一段话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他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 伴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新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你说我有这样的能力吗 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如反倒问问自己 你信吗 你愿意按手在病人身上吗 你往普天下去了 传福音去了吗 还是说 我就经营我自己这一亩三分田吧 我就来教会混混吧 我就来跟我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吧 我自己得救没得救 我还要画个问号呢 所以 主耶稣给的应许是什么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的人 必有神迹奇事 随着你们 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 说方言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不是你能治病 不是我能治病 是耶稣基督的名能治病 他治的是谁 信了的人 你的信救了你 基督徒的防腐作用在什么 我们一直抱怨 世界太败坏了 又有枪击案 又有这个偷盗 抢劫 不法不义 但是 世界上 还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人 是不败巴黎的 是不败偶像的 是不把眼目指钉进在世界上的 不像世人一样 追求名 追求利 追求财富 追求健康长寿 追求享乐 追求舒适 若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忧郁 就担心 就嫉妒 就仇恨 为什么主 没有把这个堕落的世界 一下子毁灭掉 因为这城里 还有你 我 这许多的百姓 还有许多 没有败巴黎的人 因为神的慈爱 这城里 还有十个义人 耶和华 就不会毁掉这城 所以 你 我是世上的盐 我们就因着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起到这个防腐的作用 若没有这群基督徒 世界早就毁灭了 早就是挪亚的世代 神早就要把这些个 凡有血气的都毁灭了 彼得也说过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 第三个功用 就是 盐的功用 有和好和立约的作用 这个在这之前 在准备这些讲道之前 我没有太注意 但是 因为这个讲章 我就发现 盐居然有立约的作用 你们想过这个吗 圣经上有清清楚楚的记载 首先在以色拉纪六章九节 那里边 以色拉带领回归的百姓 开始重建圣殿 重建圣民 来开始敬拜祭祀神 对不对 他说到 他们与天上的神 献凡祭 所用的祭物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公羊 公牛 这些都知道 对吧 还有 要读经读仔细了 下边说 献祭所用的 公牛犊 公绵羊 绵羊糕 并所用的麦子 盐 酒 和油 看到没有 盐 酒 和油 盐 也是献祭 必备的物品 祭品之一 还有一个地方 立位祭 二章十三节 那里 凡献为 祖祭的 公物 都要用 盐 调和 我们吃东西 要放点盐 对不对 贤中 得位 献给神的 祭物 都要用 盐 调和 发现了没有 神也 需要那些 祭物 是加过 盐的 在 宿记上 不可缺了你 神 立约的 盐 盐是跟 神 立约的 一个标记 一切的 贡物 都要 配盐 而现 在这之前 我读立位祭 也读过好多遍 真的没有 留心 只有耶稣 提醒我们 你们是 世上的盐 我才发现 盐有这么大的 功效 历代日下 十三章五节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曾立 盐约 为什么要立 盐约 将以色列国 永远赐给大魏 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因为盐 可以存到 永永远远 他 仿佛 他是要 神 和人 和好的 一个标记 所以神 给我们立的 是一个 言约 我们就是 与神 立约的 言 是做 永远的 份 献给神 而且 我们要把 人 带到 神的 面前 与神 立约 完成主 托付 我们的 大使命 就是 使万民 成为 主的 门徒 而且 这个和好 刚才我们念过的 八福里 大家还记得吧 八福中的 第七福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因为 他们 必称为 神的 儿子 但是我们 也要记得 主耶稣 说过的话 言 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 再叫他 闲呢 你们里头 应当有言 彼此 和睦 言若失了味 就要 扔在外面 被 人 践踏了 而且 我们也要记得 主耶稣 说过 那喊我 主啊 主啊 我是奉 你的名 赶鬼 行医 赶鬼 医病 传福音的呀 但是主说 离开我吧 我不认得你 那那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 就是 言失了味 被人 践踏 被主 丢弃的了 大家记得 我们是 世上的 言 我们是 必须的 我们是 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 奉 耶稣的 名 医病 赶鬼 可以防止 这个 败坏的 世界 继续 堕落 我们也有 把人 带到 神面前 跟人 和好 与 神 立约的 功能 这 就是 世上的 言 是 你 我的 职份 我们再来看 你们是 世上的 光 是什么 意思 你们是 世上的 光 You'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是用的 世界 跟前面 那个 earth 是一样 的意思 我们说 我们是 天国的 子民 但是神 没有让 我们 现在就 接我们 到天上去 因为我们 在地上 还有我们的 职份 我们知道 光 最主要的 作用是什么 照明 对不对 前两个星期 弯曲这边 狂风暴雨的 对吧 我不知道谁家 停电了 有 有 哦 你们住的地方 停电了 没光了 怎么办 什么感觉 特别黑 特别黑 也没有网 还有点害怕 是不是 哦 是用蜡烛 扁蜡烛了 但是蜡烛 也是光啊 对吧 所以我们 不能没有光 这个光 最主要的作用 首先就是照明 那 我们知道刚才念了一段经文 谁是那光呢 主耶稣是那真光 这个世界 本来是在恶者撒旦的统治之下 他是管辖幽暗世界的 但是主耶稣来了 主耶稣来 就是要照亮着世界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节 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 有一个老先知西缅 对不对 在圣殿里守候了几十年 他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吧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前面 所预备的 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我们知道 主耶稣是那真光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刚才我们敬拜团 已经念过了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因为神的怜悯 路加福音 一章七十八节 那个地方 我们知道 施洗约翰 他是要来为主作见证的 对不对 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施洗约翰的父亲 撒加利亚 唱了一首赞美诗 他也是这样说 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 死阴里边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其实早在主耶稣 出生前的七百多年 先知以赛亚书 就已经预言了 耶稣的到来 他说 你要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的众志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 这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 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 今天我们是主的门徒 基督徒 其实就是小基督 对不对 主耶稣是那真光 我们接受了主耶稣 主耶稣的光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反照主耶稣的光 成就人最喜欢用这个 做比喻 耶稣是太阳 我们是月亮 我们本身不能发光 但是我们可以反照主的光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他里面 我们与主合一 主是那真光 我们也要成为世上的光 以夫所书 保罗早就说过 以夫所书的五章八到九节 说从前你们也是暗昧的 我们没认识主之前 我们也是暗昧的 我们跟世人一样 我们就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但是如今 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益和诚实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当世人都无所适从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因为面对今天的世界 瘟疫 战争 经济 这个下滑 不知道前两天有个 那个新闻 对不对 说这个硅谷银行 一下子就倒闭了 很多公司都是把银行 钱存在他们那 等着给员工发工资呢 可是他一宣布倒闭 提不出钱来 拿不到工资 怎么办 最多一个账户 只能提25万美元 可是对一个公司来讲 25万发工资 恐怕远远不够 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 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 为主发光 发声 把主的公义 主的真理 讲给世人听 我常听有人说 你们信这个信仰不错 我们也都是好人 我们去拜佛 我有一个同学 他说他拜佛 他家里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 非常艰难的事情 然后家里24小时 不间断的 就放了一个阿弥陀佛经 到现在我问他 我上上礼拜 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你读佛经吗 他说以前好像读过 但是现在不读了 我就念阿弥陀佛 四个字 阿弥陀佛 不管什么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实我心中有些悲哀 因为他就念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信的是谁 也不知道信这个 有没有作用 然后我就那天 圣灵感动我 我哭着跟他讲 我说我们信 我们要信的明白 我们信的那个 真能带领我们 我说我信的耶稣基督 给了我们这本圣经 从起初 神创造天地 到启示录最后一节 主啊 你要再来 我们清清楚楚 不仅如此 不仅有这本圣经 这本特殊的启示 可以让我们看 让我们读得明白 最重要的是 神是活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 他时刻地指引我们 我今天有个感动 我就是说 我们这大下雨天的 开高速可能还有点危险 可是弟兄姐妹们 没有任何的迟疑 还都来了 我们到这里来 真的是不仅仅 是花着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到这里来 真的是能经历神 而且神也会让我们经历 我来之前祷告 因为我怕这个 我开车也不是很地道的 就是有点胆小 我就祷告 我说我们到这里来 我们是要遇见神 我们是要亲近神 神也亲近我们 我们到这里来 是能够体会神 是能够 真的是把心中的忧虑 谢给神 我们身上有疾病的 心中有负担的 到这个里边来的时候 唱诗的时候 听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能得医治 能得洁净 我们真的离开这个 崇拜堂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力量 我们可以再过下个星期 一周的生活 这是我们崇拜的目的 也是神要我们得到的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赞美神 我们愿意到这里头来 可是今天很多世上的人 依靠着科技 依靠着财富 享受这个当下 但是再伟大的科学家 他只是解释规律 他还是研究在这个机械 在自然规律范畴内的事 如果涉及到人的基本问题 比如说人从哪里来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一个科学家 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即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也没有办法给人满意的答案 因为一个谦卑的科学家 都会承认自己的有限 他只知道自己研究的 那一方面的专业 有些人有许多的学问 有许多的财富 有很大的成就 可是生命和生活 却过得一塌糊涂 我给大家讲个 爱迪生的小故事 爱迪生你们都知道是谁吧 大发明家对不对 他一生有数千种的发明 美国总统胡福 曾经说过 爱迪生是美国的国宝 你知道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对不对 爱迪生是美国的国宝 是人类的恩人 这是美国总统说的 但是当有记者问爱迪生 你一生最大的发明是什么 你们知道爱迪生怎么回答吗 他说我发现了耶稣 是我的救主 洗净我一切的罪 感谢赞美神 这是爱迪生的回答 所以主耶稣那真光 可以照明这黑暗的世界 引领我们前行的道路 光还有一个作用 它也可以医治 它也可以安慰人 给人带来温暖 我们都知道 这个加州 我们家就是有特别有体会 屋子里阴冷阴冷的 外面下雨对不对 可是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到太阳底下一站 哇 非常的舒服 光有温暖的作用 光还可以医治 大家怎么医治 知道光怎么医治吧 我朋友上礼拜 刚上上礼拜 那个检查出来有乳腺癌 我们迫切的为他祷告 我三天进食为他祷告 可是还不能免除 要去放疗 要去化疗 他先是做化疗 之后 做完手术之后 还要用放疗 大家知道放疗是什么吧 就是用那个光来照射 其实圣经里也有明确的描述 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那里 他说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我们说有忧郁症的 早晨九十点钟的时候 有太阳 到外边日光之下 你去漫步 你去享受大自然 那是非常好的 治抑郁的一个良药 紫外线能杀菌 对不对 放射线能杀癌细胞 理疗照射可以输筋血骨 长照太阳可以补钙 治疗抑郁症 太阳 阳光可以医治 可是我们基督徒 拿什么医治呢 我们也是世上的光 我们对人的医治 是给人带去温暖 带去安慰 带去喜乐 带去盼望 当我同学检查出 有癌症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三个姊妹 组成一个小小群 我们一起为她流泪祷告 我们时刻守望 今天早晨起来 我们互道早安 我们来这里崇拜的时候 我们就互相勉励 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崇拜 主日 我们经历神 我们遇见神 经历神的医治 这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的光 给弟兄姐妹 甚至是给不幸的人 带去的安慰和医治 我们是用神的话 彼此孤立 因为神的话 圣灵是最大 最好的 劝位子 宝慧师 诗篇里 有很多这样子的话 我给大家节选几个 诗篇27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诗篇36篇9节 因为在你那里头 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诗篇119篇105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130节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真言六章23节 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会的责备 是生命的道 神的话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第三点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就是要活出这样的生命 为主做见证 光带来生命 约翰福音一章一解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 就是人的光 感谢赞美神 耶稣是真光 耶稣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若不借着耶稣 没有人 能到父神那里去 主也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对不对 城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这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不是那真光 主耶稣是真光 但是我们进入到世界 我们要站在山上 站在灯台上 站在世人面前 我们不是宣扬自己的名 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而是为主做见证 我们可能因此受逼迫 可能因此受排挤 甚至是受苦 但主说 应许我们 你们若因我的名 受辱骂 受逼迫 捏造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感谢赞美神 最后一点 我们要把荣耀 归给天父 你说 我们 我怎么做 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 荣耀天父 我告诉你几个 非常非常实际可操作的 第一点 你要在人前勇敢的 大胆的承认 我是基督徒 承认主的名 因为主早就说过 路加福音十二章八节 我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 认我的 人子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 不认我的 人子 在使者面前 也必不认他 我们不要以 自己做基督徒 觉得 很羞愧 很害怕 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意识 也愿意随大六 因为毕竟在温区 华人里边 只有百分之五的基督徒 百分之九十五 都不是基督徒 可能你去公园里 你去工厂里 你去超市里 碰到的华人 只有百分之五是基督徒 可能你没觉得 因为你只来教会 对吧 但是 若我们是做 世界的言 是世上的光 我们一定会跟 非信徒打交道 这时候 我们要勇敢的站出来 我是基督徒 我来会典教会聚会 我欢迎你也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 承认主名 第二个 每个星期都来听讲道 甚至是说 现在YouTube很方便 我们也听 别的名目的讲道 只听道够吗 不够 听道还要行道 这个更重要 因为雅各书 一章那里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是从重光之父那里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你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二十一节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座灾众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之后 走了就忘了 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了全辈 使人自由之律法 并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听见没有 你们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还要行道 感谢赞美神 我给大家讲一个 我自己的例子吧 虽然有点丢人 但是神感动我 还是要说出来 大家知道我最近去 那个 要做Bart 去Berkeley上班 对不对 做Bart的话 从我们家Fremont到Berkeley 一趟5块3 回来5块3 totally10块6毛钱 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对吧 结果 我儿子挺心疼我的 妈妈 把奶奶的卡给你用吧 奶奶的卡就是Senior 有Discount 一趟1块9毛5 回来 totally3块9 便宜好几块钱呢 刚开始 我没多想 我说行 拿着卡就去做 虽然也有点害怕 过的时候说 你拿这个 你也不像那么老 不可能 我有点白头发了 也许人家觉得 我是B女儿吧 用了几天 开始不平安 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平安 后来 我就跟我儿子说 我说把卡还给你奶奶吧 我说我心里不平安 圣灵责备我 我这样是欺诈 我这样是说谎 我这样是 那叫illegal 别人没有人看出来 Bart也从来没人管 没有人检查 因为我看到太多次 有人抱着小孩 我就不说什么族意的了 反正我见过 直接跨过去 先把小孩递过去 大人再跨过去 当时我还曾经心里 很比喻他们 我说 他们这样 然后小孩子才一两岁 就让他知道 Bart是这么做的 是跨过去的 可是当着我 拿着那个senior card 去好像可以大摇大摆 走过去的时候 圣灵责备我 你跟他们一样 你是五十步 小百步 所以 我良心不安 圣灵责备我 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那里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与教训 独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义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灵责备我 我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资格评论别人 我像他们一样 甚至我知罪 万罪 神对我的责备 更大 所以我知道 不仅要知道 还要行到 你不行到 神对你心中的责备和不安 是用那几块钱 换不来的 第三点 就是我们要广传福音 我们不仅是用罪传 我们更是用行为转 用生命转 我们像盐调和 我们像盐一样融化在水中 叫人不知不觉 我们谦卑 我们是神 献给神的祭物 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大儿子还不信主 但是我跟他讲 我受圣灵的责备 不能贪这个小便宜 他就把卡还回去了 所以就这样一点小小的事情 我们是用我们的行为 跟我们不信的家人朋友 去传福音 我们也是世上的光 我们要照亮这幽暗的世界 我们要照出人的堕落 丑陋和罪恶 我们最先照的是自己 不是拿着这律法 去判断别人 看见弟兄眼中的刺 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我们指明这世界前进的方向 我们要跟人说 不是信什么都一样 不一样 那些个偶像 那些个不是真神的假神 不能帮助我们 反倒会让我们心中有恐惧 有害怕 只有这位真神 这个真光 主耶稣基督 才能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和喜乐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教导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眼 世上的光 我们靠着自己根本做不到 主啊 我们切切地祈求你 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你生命的光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有属天的生命 可以是地上的眼 世界的光 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成为你的见证 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就把荣耀归给爱我们的天赋 归给救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